大家好,我是Rico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我们继续我们的Fragment的学习 那么我们来看我们的思维导图 我们前面已经学了这个创建 替换移除以及它的一个生命周期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这个 这一小节 这个叫做系统类置的三个Fragment 然后下面写了三个 那有同学要问呢 那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在前面 我们要写自己的一个Fragment 我们的继承的这个负类都是Fragment 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负类换成三种 另外三种 这三种也是系统帮我们写好的 那么为什么系统会出现这三种呢 它我们学习怎么去使用它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Subject 那么今天Subject是什么呢 会使用ListFragment DialogFragment 还PreferenceFragment 来开发一些较常用和固定的操作 那么这三个附类 这三个我们今天写的Fragment 这个我们要去继承这三种附类 而不是前面通用的Fragment 那么见名之意 那么这个Fragment呢 它是在里面已经帮我们封装好了一个ListView 我们可以直接的把它拿出来用 并且这个UIA写好了 这个Dialog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封装我们的这个Dialog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一个Android开发里面经常会谈出这个Dialog的框 这个比如说有这个确定取消的或者三个Button的 甚至还有选这个时间还有日期的这种各种各样的Dialog 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把它们封装成相当于一个工具一样呢 当我们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很方便的去可以去调这些Dialog 那么这个就是提供给你封的 然后这个里面它也带了一些很常用的一些方法和一些调用 我们可以用 然后这个PreferenceFragment 那说到Preference大家最清楚的是SharePreference 就是我们经常在Android开发里面需要有一个有一个UI 上面呢经常是一个通常是什么设置 设置里面呢有有很多Checkbox让你Go 或者是RadioButton让你点 那么你选了以后相当于这个APP记住了用户的操作 下次我们进来的时候 它就是以这个来生效的 那么我们如我们平常的写法 那就是自己去先定一个UI 然后当它选了Checkbox或ReadButton的时候 我们用一些Preference相关的东西去存一个建制队 然后到时候去根据这建制队判断它怎么样 但是这个PreferenceFragment里面呢 它其实就帮我们把这个UI也做好了 让你去写这个功能更简单 所以说白了这三个系统类置的就是考虑到在Android开发里面 像一个布局里面有个ListView 或者去封装一个通用的Dialog 或者是Preference这种设置操作 都是经常会用的 那OK 那既然碎片这个就可以写得很灵活了 那么系统出了这三个附类 让我们去Extend它 然后方便我们的这些操作 所以这个我们会学习这三个的用法 然后在学习它的过程中 我们更加的去 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Fragment的一些调用方法 还有一些使用 那么这三个其实在官方文档里面都是找得到的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文档的一些解释 比如说我们我现在打开了这个Dialog Fragment 这个它下面就跟你说了一些你可以去做些什么事情 对吧 这个是一个可以去构建一个Basic Dialog 还有Android Dialog 然后它下面教你怎么使用这个Fragment 这个Dialog Fragment来做 对吧 这个你代码自己去看 然后这个Alert Dialog又怎么去封 这个是怎么去使用它 更方便的操作 那么我们这个我们的课程呢 会以两个立体来讲 来讲List Fragment和Dialog Fragment Preference 这个呢我没有讲 但是大家可以去按照这两个的学习思路 倒是自己去学习一下 那么前面我们在很多地方 其实都是代码写的比较少的 你要深刻的理解这些的使用 我们还是得来直接写例子 那今天我这一课开始 我们就来先写一个什么呢 我们先写一个使用Dialog Fragment来做的一个APP 这APP呢 它想把什么呢 把一个这个这个常用Dialog把它封装起来 便于我们在程序的时候随时调用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最终 我们要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就这样 我在这个地方先写了一个read button组 然后根据用户的不同操作 当点这个按钮的时候 去出现不同的Dialog 但是这个Dialog是从一个Fragment里面返回的 比如说这个Alert Jalert点出来就这个取消和确定 比如点确定 然后这个地方我也接收到了这个 通过一个回调函数也接收到用户的操作 比如说像这种选日期的 我们经常在APP里面用 干脆我把封了 然后比如说这个我去选 选这个年月日 对吧 我就选年月日 那么最后我也知道用户选的是什么 然后这个是写时间的 选时间的 好 这个是选一个时间 最后点出来也会有 到时候我还会在这儿加一个txt view 然后把那些值放上去都可以 总之我们准备写一个这个 那么这个呢 我就相当于用了一个Dialog Fragment 来封装了常用的Dialog的一些使用 这个对你的这个开发的这个代码的重用性是很好的 那么到底这个所谓的Dialog Fragment 和前面讲的那种通用的Fragment有什么区别 它到底又提供了哪些方法 来来这个方便我们的这个操作呢 这个代码要怎么写呢 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一刻开始要讲的一个东西 那OK 在你学习的时候 你其实我的代码呢 有些也借鉴了这个官方的这个例子的 那借鉴了它的一些写法 所以官方例子是最权威的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你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官方的这个API OK 那个我们就开始今天这个编程了 那么我们来首先进行工程 先把这个UI搭好 搭成我刚刚那个样子 Fragment 然后这个是LessonLesson03了 OK 然后把这个包改一下 然后这个API我先改一下 我现在喜欢从4.03来做 这个1404.0以上 然后面就很快了 后面都是下部下部 对啊 你先把这个搭起来 OK 这个先是我们的组界面 index activity 我们先搭起来 那OK 我们先回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上面是有一个radio button组 这个是一个单选 单选按钮 三个单选按钮 但是它们是一个组 因为这个放到一个组里面 那就只能是多选一 对吧 然后这有个button 这有个view 这个线 我们先把这个布局很快的把它布出来 那OK 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layout layout这些不用代码 先删掉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改成linear layout 这个因为我就不去布漂亮的这个样式 我们就用线性布局 应该是最简单的 然后呢 这个orientation 这个是在垂直方向 来排列我们的view元素 对吧 那首先 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是 这个界面是 首先是有一个radio button 三个radio button 和一个read button 所以你先来 好 我们先写这个 先写read button group 好 卡住 稍等一下 先写这个 好 先写这个 这个 然后呢 宽度 根据内容来 高度 根据内容来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他肯定要 要一个ID吧 因为一会儿我来判断它 比如说我们就要写下 ID 这个是 dialog dialog type 你选哪 哪一个 对吧 这个是 一个组 然后里面呢 里面有三个 radio button radio button 我们来写一下 宽度 还是根据它内容来 然后 高度 也根据它内容来 那另外呢 这个radio button 在旁边要显示一个字 所以我们把这个写到这儿来 对吧 好 然后这个string 我们到values的string里面去 在这儿 在这儿 我们写到这儿 那么这个就是rad 然后这个dialog 那你这个如果按照我这条例题 就三个嘛 对吧 一个是unert 这个嘛 就是说点了这个以后出现unert 这种 然后另外一个是日期的 还有一个是时间的 那我就一起写 对吧 这是让你去选择这个date的 然后这个呢 是去选时间的 所以你先把这个写好 你命名呢 要有一定的规则 规则 那OK 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 unert 对吧 然后像这种情况 你命名的id 我建议大家 这个id最好和你下面那个text 的string那个保持一致 你就把它写好 你这边一个了嘛 对吧 然后呢 两个三个 然后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date 对吧 这个第二个是 日期的 这个是time time的 就是时间的 然后呢 这个我们先预览一下吧 预览一下 大概就这样 然后呢 你得保证这个第一次这个界面加载的事是有一个是被选择的 所以我把第一个 变出 好 那这儿有报警告了 报警告了 好 因为现在这个元素里面只有他一个啊 所以他这个没有 那我们就往下面写 下面呢 就是那个button 很简单那个button 然后呢宽度 rollcontent 然后这个高度 rollcontent 然后这个他也有一个text text text呢 我们又在写这儿啊 其实说白了这个不是就创建一个dialogue吗 对吧 create 啊 啊 啊 dialogue 或者叫显示吧 都可以啊 创建 啊 dialogue ok 对吧 就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儿来 好 我们写到这儿来 然后呢 大家想一下这个button 一会儿肯定要去绑定点击世界 那这个我们在在这里面是肯定要要id的 那我们就把id先放进去 id先放进去 然后再写这儿 ok 是吧 我们再预览一下 对吧 在下面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画条线吧 画条线 画条线 然后这个宽度match parent 然后高度 高度比如说给个2dp 然后给个background颜色 颜色 警号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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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f 这应该是蓝色 对吧 然后到时候这个下面如果要显示最后那个从fragment 退回到activity的里面的数据 如果要显示个tixview 我倒是再加个tixview 我们先这样 但是这个靠太近了 靠太近的话 这个margin top 顶一下 20dp 把这个线拉下来一点 拉下一点 OK 大概就这样 然后这个这个界面 大概有了 以后呢 我们在这儿来把我们的这些元素初始化一下 对吧 首先你是有一个什么呢 首先你你是有一个radio radio button group 然后呢 然后后面加一个你的意思 你这个就是选dialog type 对吧 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button 那么embutton这个叫做create dialog 这个写好 那么其他三个 你用不用写呢 拿到这个根据你的这个写法了 因为这条题我最后选了这三个 你选了哪个我肯定要判断你现在是选择的是哪一个read button 对吧这个判断的方法有很多啊 因为我是直接通过那个这个这个来判断的 所以我就不需要去声明那三个 当然还有其他判断方法 一会你看我写你就知道 然后给我先把这两个对象拿到R点R选择的是他 对吧 然后呢 他返回的是一个radio group 是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button 还有一个button create 等于find viewr.id.btncreatedialog button 好 好 然后呢 你就给这个button 去绑定一个这个点击事件来判断 对吧 好 set onclicklistener new onclicklistener 这个写好 它需要 然后呢 这个把包倒上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随便打印就好看静没静这个方法 对吧 view.getcontents button 然后这个地方写tourist.shoot ok 那么这个我们要在这个点击方法里面去判断选择的是谁对吧 那你写代码的时候也是写一步运行一步 然后呢 去查找了你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来先运行一下这个到底opo k 那么首先看一下这个 我们出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那么这个到这儿 好 好 我们等一下 好 现在出来是这个啊 这些冷点啊 这个冷点 然后点这个 再ok 对吧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 我在这个点击事件里面判断你到底是选哪个 以便后面我们的代码逻辑 给你返回不一样的代码 我们下几个再接下来